近日绍兴盛州警方破获了一起 为危害网络安全提供帮助案件 从源头守住了老百姓的钱袋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前段时间绍兴盛州上湖派出所民警 在日常工作中 发现辖区内某酒店里 有疑似电信网络诈骗设备的信号 民警立即前往该酒店进行调查 确定一房间内有可疑信号源 发现里面确实插有一台网关和一台路由器 那么当时我们就针对这台网关和路由器 我们是先行将其设备给拆除带走了 但是该房间里面当时是没有人住着的 民警从酒店方面了解到 该房间是一名男子开的 民警告知工作人员 如果这名男子回到酒店立即通知他们 当天这个人又返回酒店了 我们在下午将协议人带回来 经过审讯 协议人敖某表示 自己在一社区论坛上看到有人发兼职 对方告诉他 只要按照要求在酒店开个房间 搭建一套设备 让设备自动运行 每天就可以获得工资200元 这套设备是通过把酒店里面的电话线插到该设备上的一个叫做网关的设备上面 再将网关和路由器相连 这网关的作用可以修改IP地址 具有虚拟拨号的功能 那么搞电信网络诈骗的人就可以通过该套设备远程控制去做一些电信诈骗的事情 嫌疑人敖某表示自己最初对于这套设备具体用于什么用途并不知情 因为想做兼职赚钱也就没多想了 目前盛州警方对嫌疑人敖某做出了行政处罚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刘芳芳编辑报道